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红潮禁闻 我是宇明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6号星期六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向您推荐一个很好的旅游线路 台湾和日本是许多华人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 那里的风土人情 那里的美味小吃 真是非常让人向往 希望之声为观众朋友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的旅游线路 不购物 不拼团 15人精品小团 而且是高品质服务 得到了团友们的一致好评 吃的 住的 形成文化内容都好 没有一项可以有挑剔的 太美满了 太美好了 4月25号的台湾八天七夜的环岛之旅 和5月21号的日本关东之旅正在报名中 还有更多的线路 也可以为您定制个性化的方案 欢迎来电咨询 咨询电话1855-955-5227 也可以通过邮箱联络我们 关于更多的详情 请借描述栏 好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独立视频人蔡盛坤日前在社媒发文 揭开中南海政治黑幕 谈到12年前 中共关键权力交接时的一些密文 2012年9月正值中共18大权力交接前 习近平罕见延伸14天 期间还取消了原定与多国重要政治人物的会面 面对媒体的追问 中共官方对习近平的去向闭口不谈 蔡盛坤4月2日透露 那段时间 习近平主要是与所有红二代会面 寻求支援 有些红二代习近平单独见面 也有一些是几家人一起见 期间 习近平听取各个家族的意见 却没有明确自己的政治理念 习近平作为接班人 在换届交班的中共18大前消失 曾引起广泛的关注 外界曾传出不同的版本 例如 港媒曾说 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等中共野心家 密谋用暗杀阻止习近平接班 胡锦涛深夜接到电话报告 知道这件事后 提醒习近平不要外出 并调卫戍区保护习近平 也有传闻说 习近平在红二代聚会中被椅子砸伤 《华盛顿邮报》2012年的报道中 当时的驻中国记者写道 与中共最高层有接触的人披露 在红二代内部会议上 发生争吵和暴力行为 有人扔椅子砸中习近平的后背 第三种的说法是 习近平因不满政治安排而发飙 在保党的共同利益驱使下 元老让步 习近平互安抚 重新露面 后来就有了时任总书记胡锦涛 在18大上的裸退 还带走了恋权的江泽民 如今蔡盛昆的爆料就在让外界对12年前这场帷幕后的政治斗争 再多了一点了解 而且蔡盛昆提到 习近平当时忙于与红二代会面 似乎也与《华盛顿邮报》提到的 习近平在红二代内部会议上被椅子砸伤一致 此外 多年来也一直有分析说 习近平之所以在最初几年能逐步收缴权力 离不开红二代的支持 不过作为习近平权力的基本盘 红二代们这几年与习的关系开始恶化 被抓 被重判的刘亚洲 任志强等 都被认为是红二代反习的实力 旅澳法学家袁鸿冰今年1月曾在台美发文说 以红二代刘源为核心的一批中共成员 计划推翻习近平 袁鸿冰认为习近平在一场大危机中失事 是2024年极大概率发生的中共黑天鹅事变 杰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 雅雅库近日披露 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 3月访问杰克期间 疑似遭到中共大使馆军事官员的跟踪 杰克正考虑驱逐这位中共官员 目前 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批评说 中共在他国进行跟踪的间谍行为 是严重的外交丑闻 很丢大国的脸 根据杰克媒体报道 肖美琴应杰克参议院议长维德奇邀请 前往布拉格访问 由杰克警方负责安保工作 当肖美琴的车队从布拉格机场 驶往市中心时 发现一辆车在后面尾随 这辆车甚至硬闯红灯 差点酿成事故 杰克警方发现 司机是中共驻布拉格的军事官员 报道透露 这辆车一直坚持肖美琴 直到他下榻的饭店 杰克外交部已致电中共大使馆问责 对此 民警党立委王定宇 4月6号公开表示 这个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外交事件 更是一个严重的外交丑闻 中国这样做除了证明 它是一个不遵守国际规范 也不尊重他国内政 甚至于在别人的国家里面 进行跟间的间谍行为 骚扰别国邀请来的贵宾 这是非常严重的侵犯他国主权 另外 王定宇谴责中共的行为很愚蠢 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国为了打压台湾 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外交事件让杰克各界谴责中国 对中国来讲除了丢脸以外 什么都没得到 对中国来说真的是偷鸡不着18米 而杰克正视这个事件 并且要驱离中国驻杰克的外交官 显示杰克对台阶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重视 甚至于不畏惧中国的压力 这对台湾跟欧洲的关系来说 又是一个良好进步的见证 此外 民进党立委徐志杰表示 若报道属实 中共真的太嚣张 根本就是流氓行为 他呼吁欧洲国家一起抵制 这种恶劣行径 驱逐不良的中共官员 四川一所大学有专人监控班级群 及所有学生的微信朋友圈等 任务细化到每天有工作量 有知情的高校教师表示 这其实显示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失效 也代表着中共更加害怕大学生的觉醒 但无济于事 大陆的李律师4月5号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对大学生的监控一直有 但是到现在 这样公开细致的监控做法 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说明 中共对维稳的极端焦虑 已经到了严重的病态程度 很难长久 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表示 中共在高校搞监控 过去的做法比较单一 每个班都有一个教学信息员 就是特务 主要向教务处反映教师的情况 暗中监视老师 现在是全面监控整个班级 把老师和同学都作为监控的对象 北京高校毕业生赵雷说 自己上学时班里就有信息员 一般是学习委员组成 多数是入党积极分子 这种人员以前是由学校统战部门培训 后来改为国保大队进校园培训 每个信息员一天有70多元人民币的补贴 学生在群内的留言内容受到约束 例如不得评论发生在校内的热点事件 不得议论社会性公共事件等 2022年11月底的白纸运动 被认为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 中共爆发的最大规模的 针对政府的集会示威运动 抗议人群喊出 共产党下台等口号 当局恐慌 因此加大了网络审查力度 封堵人们与境外的信息沟通 当时上海警方要求检查路人的手机 看他们是否有翻墙工具等 中共针对社会的网络监控持续升级 其中高校成为重点灾区 对此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多 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 中国现在对大学生的控制 都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人们的思想 一旦出现了这种反抗的情绪 那么不管是勇敢的 还是说我内心脆弱状态 加上现在的这个经济的不好 人们对就业的失落 大多数家庭生活越来越差的 这么一个状态 人们也是无法接受的 人们在反对他们的路上 会一路旷奔下去的 邵多认为 中共在白纸运动之后 加强对各个大学网络的监控 是因为它很害怕历次变革中 青年人最有热情也有力量 你看看所有的 只要威胁到它政权的 它都会不择手段 什么邪恶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个人来说我并不乐观 能够让中共下台的唯一方式 就是内与外的结合 一定是外面有这种能力 去压制它的这种武力 内部有极大的反抗的人群出现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我才觉得中国会有希望 邵多呼吁世界人群组织 关注中共的专制暴政 世界的人权组织能发出声音 不管是发达国家也好 还是其他国家也好 对这个国家真的要把它孤立出去 只有在这种状态下面 让它自身衰败 从完全落后到像朝鲜一样 中国才有可能碰碰到它 我觉得让中国衰败 是让中国改变的第一动力 其他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乐观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王倩攀响的采访报道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2024年前三个月 十家老牌百货宣布闭电 据第一财经4月5日报道 上海梅龙镇伊士丹百货发布通知 由于梅龙镇伊士丹租约到期 将于2024年6月30日终止营业 全厂不少柜台都发出了折扣信息 折扣从一折到八折不等 但是店内人流不大 不仅仅是梅龙镇伊士丹 不少百货店都开始关店 例如沈阳伊士丹退出市场 上海太平洋百货和600相继关店 3月31日 咸宁银泰百货和广州攀鱼 有意商场关闭 天津伊士丹南京路店 和天津滨海新区伊士丹 分别将于4月14日和4月27日关闭 近几年 关停闭店已经成为百货商超的常态 据不完全统计 2022年超过40家百货门店发文关停 其中有27家为营运超过10年的老牌百货商场 据林商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 2023年 全国范围内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闭店 其中包括太平洋百货 勇望 百胜 洁百货 大洋百货 新世界百货等 百货零售企业认为 首要难题是消费力不足 老百姓没钱不敢消费 美国财长伊伦访华 4日突然传出消息 美国定于2026年审理针对华为的刑事案件 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这两件事纯属巧合 这说明美国的司法独立 另外 伊伦访华也不可能阻止 中共补贴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国策 贸易战升级可能无法避免 伊伦已于4日抵达中国广州 5日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 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了会谈 伊伦表示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新问题 让世界无法承受 他透露 他会提出要求中共改善经营环境 例如美企在华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情况 伊伦警告 这些问题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 也损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的利益 伊伦将向中共官员解释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贸易行动 这不是反华的目的 而是对中共政策必要的回应 谢田对伊伦反华的效果表示不乐观 他表示 中共不会轻易放弃以政府补贴方式 低价倾销全球的做法 因为这涉及到中共经济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贸易战升级可能不可避免 中国一些汽车企业正加紧在墨西哥建厂 准备生产大量的电动车 中共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你要按着美墨加协定的话 它只要在墨西哥设厂 甚至墨西哥生产的 它就有权利进入美国 除非美国要打破或者退出这个美墨加协议 或者有一个特别的立法 课证关税来阻止 要不然它没办法阻止 美墨加协议 这是当年川普在任的时候签署 现在川普已经提出来要课证关税 这个可以当作一个特殊的案例 因为中共实际上是国家补贴在先 而是违反了公平贸易的原则 随着美国阻止它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美国一定要这样做了 它不这样做的话 那就是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汽车工业给放弃了 旅耀学者李元华也表示 美国大选临近 这时候对中共态度强硬 维护美国的利益很重要 李元华认为 一轮此行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把美国的态度告诉中共 双方的问题虽然解决不了 但双方可以相互摸一下对方的底线 其实 美国对华贸易战 即使拜登上台后也没有改变 美国本来现在已经开始想让资金投入到本国 那么它通过减免税来鼓励这一块的供应链移到美国来 如果这个时间点中共低价的倾销 而且它这种价格是你成本的60%不到 在这个环境点它不采取错误 根本就不可能 它已经看到问题了 议论警告中共 你不要跟外海打规模的去增加这种产能 不光你伤害中国的经济 它可能也伤害到美国的经济 如果美国 墨西哥 日本 包括欧洲才去行动的话 就是贸易壁垒 因为你这个是倾销 是政府补贴 不是一个合理东西 那大家既挣税不就可以了吗 你就进不去了 你有多大利润把那税给加什么都完了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霄的采访报道 这期的红潮经文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